老婆 喂老婆 我买了这么大的习惯回来了 这么大 对啊 轻点啊别打烂了不好吃了 这么大的习惯 咱俩也吃不完 我要赶着去工作了工地那边 这样啊 对啊 那行吧 但是正好我也想吃 也吃不完 不不这样子吧 我叫小叔子跟我一起吃 也行 我弟在家呢 反正他也没事做 好啊 你就跟我弟先吃了先 我晚上收工 我再回来再吃 好 吃饱一点啊 哎呦 小叔子 开门了 小叔子 怎么了 哎呀 大头啊 我买了这么大的习惯回来了 又乱回家了 我哥不会说你吗 哎呀 但是没办法我想吃了 我 你 我老公 你哥去工地干活了 他又去工地干活了 是啊 那那么大一个习惯 他不吃了再去 这不是浪费了吗 抱歉天悟 是啊 就想到你陪我一起吃 哎 那当然了 不然的话你一个人也吃不完 这么大一个习惯是吧 你看哎呀 哎呀哎呀 哎呀哎呀 哎呀 那在哪里吃啊 里面去啊 里面吃啊 哎呀 哎呀 那你先拿进去 哎 我先拿去 把它扣开来啊 哎呀行行 等你哦 哎呀没问题没问题 哎呀 这么大习惯和西瓜 怎么能吃得完呢 哎呀 我还是叫我那些好兄弟一起跟我吃吧 哎 哎 大嫂你等等我 我很快就来了啊 哎呀 哎呀 叫我那些兄弟跟我一起吃 切开切开 分五大片 哥哥兄弟都有啊 哎呀 这嫂子真好 哎 买了这么大一个西瓜 让我先吃 嗯 哎 我哥幸亏没回来 回来的话 他肯定要跟我抢西瓜 我走 马尔 你也能不能 close 啊